将来情形怎么样呢? 将来可能更苦 怎么会知道呢? 从我们现在噪音上来观察 这个噪音 声口一三一 声是我们的造作 口是我们的言语 意就是念头 我们生于意三叶的造作 到底是造的善多还是物多呢? 如果我们造作的 物多于善 那么莱森的果报一定是苦多于乐 这个不明信 也不是骗人的 所以自己冷静的思维就知道厉害 所以第一要觉悟人生是空 第二要觉悟人生是空 这个空 一般人到临终的时候 一口气要断了 这个时候才知道 一场空 现在为什么不知道? 其实 聪明人 容易觉悟的人 他知道 在每一天晚上睡觉 眼睛一闭 可以死于什么两样 眼睛一闭 眼睛一闭 什么都坑的 哪一样东西是你的呢? 真的 你身体都不是啊 喉患身外之物啊 这个要求 你果然觉悟了啊 真地会开智慧 会得自在 为什么呢? 乐时 这个念头啊 就清了 就看清了 孙人立即的事情 自然就不愿意做了 也就不会做了 佛祖教我们 断无修善 积功累得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就是不救 所以 讲这个万法皆空 这样的经典 特别是大臣 般若经里面呢 讲的太多太多 世尊当年在世 讲般若 讲了二十二年 般若就是告诉我们 此事 这是真真智慧 第三个要觉悟的 人间是无常的 到底 这个世间的环境是无常的 从大的地方来看 是沧海上天 我们现在讲的 我们这个地球 地固的变化 这是大点 无常 小的 那真是 刹那刹那 都不住 物质环境 如实 我们自己身体 也是如此 生老病死 佛给我们讲 植物 有森住一命 矿物 乃至于地球 有尘住坏空 那么这些四十 我们不是不知道 而是在这四十里面 真的 麻木不忍 真真 觉悟的人 他是时时刻刻 有高度的 决心 第四个觉悟的 人生无我 这是 所有一切的 罪因 都是从 我知里面 发生 如果能够 真正 晓得 这个道理 真正 晓得 这个四十 知道 我这个身 佛经上常讲 四大 活 变现 这个四大 是讲物质 这个是常识 佛经上用 地 水 火 风 用这四个字 来代表 四大是什么呢 四大就是物质 前面跟大家讲过 金刚经上讲 这个世界是一核像 这个观察非常了不起 现在科学家承认 确实是一核像 就是一个基本的物质 组合物质 那么佛告诉我们 这个基本的物质 它有四种现象 叫四大 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物质 它有体积 虽然很小很小 它有个体积 地代表体积 代表它是个物质 第二种 这个性质呢 它有温度 经典里面成为火的 火代表的温度 第三个 它有温度 温度 用水 代表 它有温度 我们现在讲它代地 阳电 阴电 阴电呢 就是火大 阴电呢 就是水大 所以这是用的名词 不一样 那么第四个限制呢 它是动的 它不是禁止 这个动呢 就用风来代表 所以度 也要晓得 这个四大呢 是讲组织 这个一切物质的 那个基本的 在佛法里面叫微尘呢 它太小了 它有这四种特性 那么这是物质组合的 它组织职合的时候 现在这个形状 它离开了 分散了 这个形状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 只是聚散而已 聚就有散就没有了 那么譬如 我们这个分居 这个大家容易懂得 容易观察 这个里面是很多 这个不要分分子 组合起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